还记得草莓卵堂小时候吗 三千多万人见证了他的可爱 孩子现在长大了 变成了龙傲天 这出炉哪学的呢 今天给大家变个魔术 首先呢我们先喷下水 我们得到了一个羽衣小卵堂 让他再服囊一会儿 没见过歇了虎子待发卡吧 这年轻人 导头就睡 想想刘威士工啊也挺可怜的 他没有眼瞼 一辈子闭不了眼睛 但是不耽误他放电 这怎么又穿了一身碗礼服呢 插个蝴蝶结 哎 这会行了 腕礼服崩开了 小手套他也不打算要了 哎呦 就不能留给我一个吗 这一地的装备碎片呀 现在开始脱球裤了 孩子柔韧性还算不错 看看 完 开线 你要弄不下来我就弄了 我这录着 我留个物质瓦行不行 哎 袜子呢 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小手套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走 咱喂毒液去 来坐好 赶紧吃 吃完了好退手套 看他吃饭贼有事 都吃了啊 别给我生一口 你们说他退皮是个啥样子的 应该是没有小冒事的 你看啊 他开始摇头晃一巴了 就证明他吃饱了 不像 赶紧 张嘴 听话啊 你每次都生这么一口 怎么长成大恐龙 来 张嘴 反正你不吃我就不走 早这样不完事的呢 非得逼我 他好像真的吃不下了 也行啊 都成气球了 刚才吃的太快 塞鼻子了 我现在感觉在擦一个漆皮的包 好了 我们这包多漂亮 舌头说服去 哎 真乖 这条黑夜帅吧 我的 好消息是终于买到了 坏消息 过美了 事情是这样的事儿的 这是我自己的黑夜 这是他刚来的时候 我精心养了一年 给养天亮了 亮了也就算了 胖的连皮都推不下来了呀 可是虚力呢 没用 而且这个太阳穴 是不是也成变形的呀 水塔先生也胖 但是人家可爱呀 最起码这脂肪不长太阳穴上啊 他可好 我刮了成成三角形了 我有车坐着了 我不是卖自行车配件的 我觉得不出半年 他可能就剩眼睛是黑的了 其实他和达姐呢 是姐妹 这怎么退个皮 能把手指都退折了 哦 没有折 有人性比较好而已 这个手指的卡皮 我们给他拽下来 连退的皮都不是黑的了 给你找个男朋友吧 是巨子 给他找了个男朋友 却黑眼 就在我去接他的当天 断尾了 你是宁可断尾都不跟我回家吗 但是呢 鲍娃手工的再生尾很可爱 看 像个屁桃一样 所以呢 我会得到一个黑粉色的屁桃黑夜 主要是公的黑夜 真的太难等了 而且他又长得那么帅 行啊 无所谓 真的是黑色天鹅绒的质感 太好看了 谁能拒绝一个微笑的黑屁桃呢 这黑色和粉色搭在一起 还挺好看的 等他长出小屁桃给你们拍 比卡丘呢 最近很忙 想了四四切都看不上他 第五次成功了 你别说 皮卡丘挺会找的 嗯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继承 皮卡丘的大黑眼睛